今天是周末啊 雕塑池厂这边又有地摊找事 然后我今天呢 带你们去见一位大爷啊 我也比较熟的一位 也算是朋友吧 以前经常买他东西 他就坐这里 像这个师傅 一般都有一个固定位置 就是这一大片都是属于他的 他常年就在这里摆摊 生意好玩啊 坐在那边吧 柳家湾那边 听不到 他耳朵有点不太清楚啊 所以说要说好大声音 柳家湾啊 还坐在那里 我上次到的 我怕你搬了 没有搬家湾 他老家就在柳家湾镇上 那个镇呢 靠近南石街那边那个镇啊 所以那边是水井子镇的这种窑子 你看所以他卖的东西都是跟窑子 宋代锦德镇这种高骨池有关系的东西啊 像这本好多这种 瓷片啊 碗底啊 他就都是他自己磨的啊 有便宜点的 几时的 也有贵点的啊 过百的 完全看具体的东西 像这种青花的也是他磨的 不过青花的东西是他自己买来的啊 另外一批人挖青花瓷片的那些人的东西 然后他来自己打磨 你们要看清楚 但你们今天学习 这些古玩单组的货是从哪来的啊 利润多少 怎么卖的跟你们来学习一下 然后这些霞波是他自己的 我以前在他家里也买过霞波 像现在带碗的都很少了 你看这种都是空霞波啊 有比较用水好的完整的带碗的 现在都很少了 以前跟你们云过 这些霞波都是老的啊 都是他自己家里面 他自己住的地方 上次我去过 就是住在那个窑子山上旁边 所以这些都是他说白了 是不要钱买来的啊 挖来的 或者说可能就出了一点人工成本吧 这些他是零成本啊 几乎是零成本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边东西你们知道哪个姓哪个老吗 上面那个是老的啊 这个是老的 这个就是有点变形了 看到没有 卷了啊 卷曲了变形了 没用了 用水还是可以的啊 但就是可惜裂了 然后也变形了 南宋的 紧着这窑南宋的这么一个 他们那边的窑子就叫南氏街窑啊 然后这边呢 这个这个漂亮不漂亮 十九八九你们小孩就会买这个啊 这种是新的啊 这种也是他自己买了一个小碗放进去的 我旁边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罐子 这些小罐子呢 你们能看懂啊 这小罐子 这小罐子算是有老有新啊 但基本上百分之九 九钱以上都是老的啊 因为这种太普通了啊 太太多件了 价格也很低啊 这个也就是卖个小几百啊 一般是很贵 这边还有一些这种元带的碗 元带的清旧碗 这些也是比较普通的 这些是他没有的啊 因为这些都是出土器 也是在管市场买别人的 相对来说 就赚一个差价吧 卖的也不贵 就赚点小差价 所以利润也不是很高 总体也这些东西都是保利多销啊 老人家也就是有一点帅点 就这么做点小生意 他本身原来都是农民 前些年这些卖的很好 最近两年稍微来讲就淡了一点 一个美女在这里问他 七千五样 挺有意思的 这里有一片带鸡肉的 看到没有 就带一点那个墨绿色鸡肉 这种鸡肉一般都是南宿 那些驰骗上才有的这种状态 清代早期雍正的这种驰骗上面 有这种就比较少见了 就底下这种款 迷糧款典型的一个雍正款 这些就不太值钱的驰骗 我们经常也是在工地上捡吧 大部分它都是捡来的 也没什么成本 就是但是他有点时间和能力 怎么样打磨啊 花点时间啊 一些工具费用 所以这个会有一点成本 不过还是很低的啊 这个反正也还好啊 有时候很多一些外地的客厂 到这里来批发东西 买一点回去 他一下也能够卖个好几百啊 五一千多年也能卖手 所以收入还是可以的啊 这对农民来讲 这个做生意这种收入 肯定比他种钱的收入要高多了 所以这个这个老哥也基本上每周末 包括在国外市场就在那摆摊啊 就是那个许起啊 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些游客啊 因为对对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景区 以前很多人的这个每到周末 特别多的游客都过来参观啊 旅游啊 所以他们也会买一点这些啊 懂的人自然懂啊 明白人像我们专业的人自然就清楚 但好多不清楚的人 说这个地坛上全是假的啊 没有一个古董 没有一个老子 所以什么事情啊 就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搞明白了 然后再去咱们再去啊 发言 好的外行和第一次来景德镇的人 对这些东西是特别好奇的啊 特别有新鲜感 就想了解到底什么时候的东西啊 值不值钱啊 好不好玩啊 这些霞布一般他们是拿来养花用的 最近碰到好几个朋友 都说想跟我学习瓷器 说这个行动挺好的啊 然后你们说 古玩还赚不赚钱 刚才那个游客围着看了一下 然后全走了 没买东西啊 所以有时候像生意啊 也是靠坚持的 很多时候他现在摆一天 他也成交不了一单 卖不了一件东西 一分钱卖卖不了 有时候呢生意还好 这个完全是随机的 也不太一定啊 做任何事情 没大家想那么简单 其实古玩这行挺难的啊 门槛挺高的 尤其是你想做好好好 对啊 这个就是